设计在台北市的民众看这里 台北市劳动局推出 你上工我家新方案 受疫情影响生计的市民 在市府媒合的平台找工作 就业满三个月后 可再向就业服务处 领最高防疫风险加几两万元 不止劳工雇主也同样有雇用津贴 当然也许有的劳工 他满两个月 未满三个月 我们也有奖励八千块 就是全时的工作 那至于说也有部分工时的 那部分工时的话 如果是工时在80小时以上的 一样 这个就业满两个月 未满三个月给四千 如果就业满三个月的话 就给一万块 那有些部分工时 是在80小时以下的 只要就业满两个月 那我们每小时补助50块 最高补助一万块 这个部分最主要是 我们希望说来照顾劳工 当然同步 照顾劳工的同时呢 也要照顾这个 考虑到这个企业 鼓励企业来 把这个职签能够开发出来 所以企业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一个规划 也就是说 企业在雇佣劳工的时候 只要雇佣刚才以上所讲的劳工 那一般的劳工 也就是40岁以下的 那全职的部分 那每个月我们补助 企业5000块 最多补助三个月 那如果是非全职 像一些部分工时等等 我们每个月补助2500块 那另外特别跟大家报告 就是针对中高领就业 中高领就业 我们定义是45岁到64岁 那这个部分全职的 每个月补助13000 最多可以补助到12个月 那如果非全职的 那每小时补助70块钱 再来第三项是针对高领者 65岁以上的 那全职的每个月补助15000 那么最高一样 可以补助到12个月 那如果是非全职的 就补助每小时80块钱 所以这一次我们异地 能够来加汇至少2000个 2000个这样的一个职缺 来照顾2000个的劳工 这是我们这整个专案的内容 柯文哲说 此次专案超过100家企业响应 提供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 全职工作及部分工时 接采线上投地履历方式办理 欢迎市民多加利用 记者汪文俊台北报导 参加热